作为一个过来人 告诉你们一个 没有空调也能过夏天的技巧 技巧一 心静自然凉 怎么解释呢 就是因为没空调吹 所以人呢就给热霉了 心也不跳了 自然就凉了呗 开玩笑啊 还是说说技巧二吧 那往电风扇的扇叶上洒花露水 这样吹出来的风呢 会变凉快一点 清澈有效 弊端就是 比较浪费花绿水 而且呢 这操作不当 有触变的危险 属于拿生命在降温 所以呢 也不提倡 技巧三 所谓日诞荔枝三百科 不自尝作领男人 在这炎热的夏天 我们可以吃西瓜 没错 就是吃西瓜 天才你切它 天才是这样切西瓜的 哇塞 中间这个真好吃 这个辣椒我拿了 而奇葩是这样对待西瓜的 听说西瓜红不红 全靠听 没听出什么特别的呀 还是这样来得直观一些 天才是这样写字的 一笔写成空性字 一笔写成空性字 万事如意 您猜对了吗 而奇葩是这样写字的 不할 你自己清楚 别糟蹋 医术警告 别糟蹋 一笔写 icon 我就抱紧我狗大哥了 咋的